他们其实非常不容易 因为孩子们是完完全全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全情投入的 所以我们原来很多人都想象说 跟孩子一起演会不会比较难 比如说孩子们是不是会不可控 他们会不会容易累 他们会不会不稳定 结果合作下来之后 我觉得我才是最不专业的那一个 孩子们简直太棒了 就是无论是唱跳表演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而且我们这个戏 其实从最开始的排练到最后的呈现 有非常多的版本的改变 甚至有的是 可能是孩子们已经练了很长时间 后来因为时长的关系 他们很多复杂的走位和 包括大段大段的唱都进行了调整 而这个时间距离 我们正是跟观众见面已经很短了 但是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能够完成 我们最开始合排的时候 还只是我们的小演员 启航学校的同学们还没有加入的时候 就已经感受到这个作品的很强大的感染力 那么第一次启航学校的同学出现的时候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因为我其实在脑海当中有想过这个正式 同时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 但是看到他们穿着整齐的校服 然后很认真的在歌唱的时候 而且那种脸上的幸福的感觉 再加上我们这个故事又是 他们会原型铺垫的情绪下来的时候 确实是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那个情绪确实是很感染我 包括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每一次回头 他们在唱的时候 我跟观众一个视角 只是我离孩子们更近一点 看到他们专注地唱歌的表情 我还是会非常非常感动 王老师的原型 其实他本身是 就是在给这个学校 做合唱团的一个支教的工作 而且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孩子们在一起 而且王老师在我心中 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不是只是简单地完成 自己一个音乐上的教学 或者是对合唱团的一个指导 他更多的是把音乐当作是 打开孩子们的心灵 同时提高他们对 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 也是让他们对这个世界 更多乐观和 激起正面阳光的一个看法 所以他其实不只是 一个音乐上的老师 他也是心理上的一个老师 所以孩子们 特别是像我们的原型人物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比较内向不太敢说话 但是因为唱歌得到了肯定 再加上合唱团又拿到了名字 再加上整个团 那种默契的这个状态 那孩子们可以找到自信 可以更勇敢地去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很了不起的一个举动 我其实虽然被大家教育 什么了 老师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作为主持人的工作 有很多时候真的应该 跟王老师学习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除了给大家带来快乐 或者陪伴大家之外 其实好的艺术作品 文艺作品 也是应该给大家一些 心灵的抚慰 甚至给大家更多的希望的力量 所以我也是在 以王老师作为一个启发吧 我也是在不断地想这方面的 我自己欠缺的地方在哪里 我这一段的难点是在于 它的旋律和这个的音乐伴奏 是在跟同学们不断地教课的过程当中 教学的过程当中 时不时地唱起来 所以可能比较难的点就是 首先第一个劲的点 另外一点 因为它每一句和每一句是分开 所以在音准的把握上 其实是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 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跟孩子们的配合 因为我想可能说 就是不管你自己当时的 对于这个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好 或者表演的情绪状态也好 可能我们自己单独地唱单 单独地表演 我可以做一些微调 但是跟孩子们合作的时候 因为孩子他非常稳定 而且他们永远都是非常饱满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应该 就是要求自己每次都比较准确地 能够达到和孩子们 是匹配的这么一个强度 和这么一个兴奋度 所以这是稍微有点难度的 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和台在台上和的时候 我记得第一次排了五遍 我就进队了一次变 只有一次进队了 因为好不容易排好了 后来又改大改 所以就是整个的那个 原来熟悉的点又变了 所以我想可能这真的是 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于我之前演化剧的经验来讲 可能有非常多的 自己每次表演不一样的感受 我是觉得在舞台上 我松紧快或者慢 我都是每次都会有调整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我所有的台词 几乎所有重要的台词 全部是在一个伴奏里面 它到点了你必须开始唱 所以我不可能说 今天因为我感动 我想让我自己的情绪被 就是拉长一点 我想说慢一点 不可以 我的所有的情绪 必须在一个完整的结派里面完成 不然我就赶不上 或者我就是 又如果我今天很兴奋 我说快了之后 伴奏没有响起 我就要等 也很尴尬 所以就是变成 就是一定要极其的准确 就是这几分钟的表演 就好像每个字都是 要在节派里面 可是又不是唱 是跟话题一样的表演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 这次要学习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任老师可能是 就因为任老师对我特别好 他可能是在给我鼓励 其实我听了很多古老师 凯丽老师和倩倩他们的唱段 我真是觉得 那个大段大段抒情的那个 而且那么疲劳的情况下 不断地排练状况下 都有那么高难度的 一个现场的演唱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了不起 大帝宋哥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原来在我那排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20多个孩子吗 然后再加上后面有一个 40多人的留守儿童合唱团吗 我就觉得我这个应该是 全剧最豪华的阵容 最大的阵仗 然后第一次合拍的时候 我看到轰冲上去 一屋子的那个演员 而且就是后面高处 中间前面满满当当都是人 我就是做过春晚的 我都觉得哇 这些人太多了 太壮观了吧 有时候自己会看进去 所以我想说 大帝宋哥 我觉得不愧为是一个 史诗级的作品 场面非常的宏大 然后他在这个时代 这个节点出现 他又借用了很多 现代的多媒体的 和不同的艺术手段 和舞台手段 包括影视的手段 所以我想他是一个很 其实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一个红篇巨制 但是我又觉得他也很敢于 在某一个点突然把情绪 落到一个非常细的细节上 而这个细节我觉得有可能 是因为我们的总导演 是做电视晚会 和做很多的这个 就是电视文艺作品出身 他在宏观有了情况下 也有很多颗粒 也有很多细节 所以他又是一个 你可以看到满眼的 这个很壮观的场面 但是你也会因为一个小朋友 或者某一个演员的 一个细微的一个细节所打动 所以我想他是一个 很层次丰富的 同时有时代影响意义的 一个了不起的 很宏大的作品